向神國多信 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通過 對戰一黨 沒人黨的祝福 我們也感到非常的抱歉 我們已經夠被國人到前面了 我們全力監督執政的政府 也立刻對人民健康有疑慮的來出鏡頭 但是今天從上午表決到目前 很遺憾的 我們沒能夠廢止 免許來出鏡頭的行政命令 我們在這邊感到非常的遺憾 作為戰一黨 沒人黨的祝福 我們也感到非常的抱歉 我們一句夠被國人到前面了 今天的投票 除了展現了民進黨和執政黨 再次的多處暴力 也壓迷一支外 其實也證明了 執政的多數的民進黨 把民意當成綽交 人民希望政府 能夠捍衛我們的食安環境 能夠讓大家不用擔心 不用煩惱 這也是事實 但是很遺憾的 執政的民進黨政府 選擇看武漸 一步大步 把民意當塑膠 一步在身邊的民進黨 還要改為民進黨 都不會讓民進黨 會不會讓民進黨 會不會讓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 不足夠民進黨 會不會讓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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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他没有赞成在野党的 他也没有支持执政党 所以显见我们当时希望 让七成的民意在国会要展现 在62位这个执政党的委员里面 起码有看到三位 是能够以民意作为他 按下表决器时候的决心 另外如果说要让整个表决 还有一些调整 最起码我们还缺五六票以上 这样的一个平衡关系 这次虽然只有两三位 是采取了以民意为投票的机制 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呢 未来在监督的时候 是不是有更多的执政党的委员 能够站在自己的 以认定的原则上面 而不是服从党印的上面 去改变你的投票 以及站稳你监督政府的角色 这是我们中心期盼 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 监督这样的一个实案问题